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不是积极的 我们必须要拿出办法解决 据悉 这是吕特和特朗普时间的首次正式会晤 而此时正值美欧因贸易问题 而进入敏感时刻 5月31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从6月1日起向加拿大 墨西哥 欧盟征收进口钢铝关税 6月中旬 欧盟委员会同意对进口自美国的28亿欧元约32亿美元 商品征收25%的报复性关税 网友评论截图在得知这场美和领导人的口头交锋后 不少美国网友纷纷留言 力挺敢言的荷兰首相 在美国网站的评论区 网友Dexas就表示 很高兴看到荷兰首相能够站出来 回应特朗普明目张胆的谎言 另一位网友则高兴的说 这才是我想要听到的 终于有人愿意对回去 网友递则称 不错 终于有人对特朗普说不了 不过 也有悲观的人表示 荷兰首相教育了特朗普 不过特朗普却不是个好